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老师 好久不见了 对 那今天呢 想要来跟大家聊聊英语学习这件事情 那起因呢 是因为第一 Mia最近刚考过英俭PT 然后再加上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 英语广发阅读的推动大师 对 那因为从Mia身上 从她同学身上 从我学生身上 从网路上 广大的各个例子身上 我其实发现一些 真的是 花费不高又很棒的学习方法 真的要推荐给大家 那我想要先讲一下Mia 小学的这几年呢 她的一个英语学习 那现在老师说 我自己虽然是英文老师 可是我基本上是没有帮她上课的 因为我懒 通常我下课之后 我就已经很累了 我要花额外的时间 再去教她 然后再加上她有时候 不是很配合等等 我们有试过几次 成效不是很好 最后妈妈已经放弃了 对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是从小二开始 让她做自主阅读 小一以前呢 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我会念英文书给她听 那基本上就是亲子阅读 真正要到她开始自己 独立自主阅读 我们的起步算是可能 比较晚一点点 是小二开始 小一生小二的那个暑假 开始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做英语的广泛阅读 每天三十分钟 然后每周两到三次的线上课程 我们就只做这两件事情 那硬要说可能就是额外的 第三件事情 有时候会看一些英语卡通 电影等等 那我倒也没有限制她说 每天一定要看多少 反正就是想看就看 然后没有想看那就 没有想看 所以就大概是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做的比较确实的 应该就是这几年来的英语阅读 跟电上课程 因为这大概就是这五年里面 基本上都没有中断 那你要说每天非常确实的在做 也没有 当然不可能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天里面 我觉得有做个三百天就偷笑了吧 就是原则上是这个目标在进行 但也没有说 每天要非常精实 非常确实的 什么风雨无阻 再累啊 再怎样都要完成 但也没有到这么严重 反正我的目的就是 让孩子养成 喜欢做英语阅读 就是我希望这是我 当英文老师 唯一真正想要送给她的礼物 因为我会很希望她可以用一门外语 也可以在不同的世界里面去获取知识 然后了解不同的面向的知识等等 再者就是线上课嘛 就是让她有一个输出的机会 可以让她去运用这个语言 所以前几天她PET成绩出来 她大概差一分 可以达到B2 那这个成绩其实跟我预估的 非常的接近 因为我觉得她就 她的文法因为都没有练嘛 所以她就是靠她的输入去吸收她的文法 所以当在写作的时候 她的文法跟词汇都不会特别的OK 我不知道我刚刚说的这段话 对爸爸妈妈来说 有没有什么启发 我其实非常希望有启发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的学生里面 在大陆教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家长真的是 几百万几百万的话 但成效真的很差呢 我必须要说 因为他们来学 就是在学考试的技巧 可是 在学考试的技巧 很多时候你是在学怎么拉分数 可是有没有真正在学真实的能力 我会打一个问号 所以 我们基本上 我能理解爸爸妈妈们的焦虑 就是我自己不会啊 那我就应该交给专业啊 所以我把钱付出去交给专业 那他就会学的比较好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不见得花大钱 孩子们的英文就会好 所以有没有英语阅读的习惯 在长城来说 真的会差很多 然后呢 为了你们 我很认真的去把历年来我们家 花在线上课程的学费 还有我买书的费用 我都去加加减减了一下 比较多的应该会是线上课程 比一年是两万块 那也就是说 他从小二开始上线上课程 到现在小六毕业 他已经上了五年了 是十万元 那买书 这几年买的书 因为刚开始会花的钱比较多 是因为都是薄薄的书嘛 那后面越看越厚 就是一本书有时候就看好久好久 有时候可能一本书看了三四个月还在看 那一本书了不起就是几百块 所以这几年下来买的书 我加加减减了不起就是两万元了 也就是说 这五年下来我们花的是十二万元左右 那小二以前 大部分的书籍 我们都是图书馆借的 我很少买书 因为我喜欢读故事书 然后我喜欢念书给他听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书呢 都是图书馆借的 那从小二开始做自主阅读之后 就开始会买一些套书 然后之后就会像是一些 Devi Williams 然后Rodal的一些很经典的书籍 所以到后面真的就是 越看越厚的时候 一本书其实就看很久 OK 所以第一 五年的自主阅读 加五年的线上课 我们的总花费 约是十二万元 虽然听起来也不算真的很少 但是你们去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们的小孩念的是 思小 他们一学期大概要七八万块 一年的学费就要十五万 然后如果你担心小孩跟不上 你还要请家教 你还要去补习 一年十五万 我们算六年下来 少说要一百万 对我来说 其实学英文真的不用花那么多钱 那当然家里很有资源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其实这段影片 是特别想要录给家里 当我们资源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其实也有 又省钱又省力 只要买书 只要动嘴叫小孩去念书 OK 所以其实很省力 但它的效果真的很强大 那网络上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孩子 很优秀 不管是有上私校的也好 不管是上很多额外的课程也好 但他们在做的一定都有 所以每天大概就是二十到三十分钟 那长期的复利真的会很惊人 那我自己小时候学英文的历程也不是长这样 虽然我今天同样也成为了一个英文不错的人 但是跟可以轻易的去处理文字的孩子们就是不一样 OK 好 然后再来我想要分享 为什么你们不应该这么焦虑 刚刚呢 Mia过去做这几件事情让她达到B1很接近B2的程度 很够吗 嗯 我个人觉得很够 那够了的定义是什么 首先 像我刚刚所说 她其实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上很多额外的课程 那我觉得那些课程都没有不好 只是我们家没有很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是很肯定各种课程都有它的优点 所以都没有不好哦 我只是想要说的是 当你小学毕业 你达到B1的程度 到底达到这个B1的程度够不够 那我要跟家长说很够真的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了 这件事情是我看到太多太多爸爸妈妈非常焦虑 那真的真的可以不用这么焦虑 其实有在做英语阅读的孩子呢 通常在B1也可以达到A2到B1 应该都不会太难 然后我先说Mia今天达到这个B1程度呢 为什么我说 我觉得已经很够了 首先呢 我们当初去考英检是为了私中嘛 那私中基本上你有KET 考到A2就已经可以申请优先入学了 对你没有听错 只要KET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很紧张说 哦我没有考到什么什么什么 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有KET就已经可以申请涨学金 那当然你有更高level的PET FCE就有奖学金越来越高嘛 然后第二 他考试中考了几间 那这其中也不乏有那种很难很难考的 他的英语成绩也都在平均之上 OK 那不要忘记哦 我们考试不是九考英文 国 英 数 所以今天如果你花很大量的时间在英文身上 那你其他的科目可能就会失衡 Mia今年其实所有的私中 他我们报考的他都考上了 我观察了一下 他其实考上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他很均科 他的国文数学英文每一科都在平均之上 他没有高于别人过多 但是都在平均之上 那因为他的均科就让他 没有做额外过度的准备 他就这样被他考上了 当我们积极盈盈在让孩子们学习的时候 这个B2 Level到底的意义带来是什么 其实就一个英语老师而言 我会说大部分的学生其实达到B2的程度就够了 那B2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你考雅思 B2大概是5.5分 5.5分的雅思其实不算很高的成绩 但是他已经够你基本的沟通交流 在听说读写上面 基本的沟通交流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第二 台湾的顶大 台大 台科大 台师大等等的 你们可以去网路上查 大一英文的免修门槛 就是B2 Level 也就是说 我到了大学 我有B2 在班上已经是不错的程度了 那所以我可以免修英文嘛 学校是允许我免修英文 对吧 我干嘛要那么急在小学 国中 高中 就拼了命的在念书 要早早拿到这个B2或者是C1 当然 如果有特殊的目的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看过很多家长就是 逼小孩念书 逼小孩考试 就是如果是用这种很pushy的方式 那我真的会跟家长建议 不要那么急 冷静冷静不要办 如果28岁 学校鼎大都觉得B2够了 所以我可以不用说大一英文 那我干嘛一定要在小学或国中 就开始很push我的小孩 要拿到这个语言程度 然后要很焦虑说 啊没有怎么办呢 会不会跟不上人家 真的 大口不鼻 OK 所以真的自己放松 放过自己 也放过孩子 而你的孩子只要有在做英语阅读 他基本上是可以很轻轻松松的长程 慢慢的去积累来达到这个状态 所以不要焦虑真的爸爸妈妈 你们真正要该焦虑的是 我的孩子还没有开始做英语阅读 所以不是你给他报思小 不是你给他报很多英语补习班 他的英文就会很厉害 但是如果你让他们开始做自主英语阅读 那他的英文真的日积月累 就可以很厉害 所以不管你们走了哪一条路 自主英语阅读 绝对是最省力 最省钱 最有效的英语学习之路 OK 那跟大家分享 后续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 然后也欢迎加我们 Bamma Mia 英语运动家的Facebook粉丝页 OK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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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